没想到窦藩义直接带兵来到文犬制药厂,并且拦住了程艺智。 程艺智让周文犬迅速将装备运到重庆的计划破产。 程艺智没想到窦藩义这次竟然直接过来接管工厂。 窦藩义说,虽然程艺智和吴立兹不认识自己,但他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情。 接下来陆军参谋部二部正式接收周文犬制药厂。 程艺智反对窦藩义的接管,他声称药厂包含多家机构和个人资本,不管是哪一方要接收药厂,都需要先进行盘点,整理账目。 窦藩义称他们银行必须在48小时内搞定股权,然后双方做一个交接。 如果他们迟到一刻钟,他们会射杀一个员工。 至于周文犬则需要将机器恢复原状。 管家告诉黄如红,窦翻译召集日本兵占领了制药厂,并推测是雷东强指使的。 黄如红认为,雷子想一举两得,既让周文犬的命彼死还惨,另外还能巴结日本人。 日本军方进入租界,强把所有国家的银行工作人员都赶了出去,然后派他们的财务官接收银行。 宁宁正在边喝酒,边收音机里听新闻。 这时雷子回来,宁宁问他晚上在哪里鬼混了。 雷子却说,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人叫自己叛徒了。 雷子扬言制药厂已经被日本军方接管。 想知道他是否还关心周文犬,宁宁不想再提周文犬,赌气不再理他。 宁宁告诉雷东强,如果雷子敢像周文犬一样对待自己,他绝对不会饶了他。 雷子马上去安慰宁宁,称自己不会辜负他,疼他还来不及,不会伤害他的。 第二天一早,立邦银行的员工们都在一起议论纷纷,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 幸亏高小聪及时赶来,让大家回各自岗位做自己的事。 吴立兹对高小聪沉着又冷静的表现很是满意,嘱咐他照管银行的事务。 成义智约岛旗中在公交车上见面,岛旗中把日军控制文犬制药厂的事告诉他,成义智担心立邦银行旗下的其他商户和实业也遭此劫难。 岛旗中建议由昭正银行接管立邦银行。 岛旗中和班员店长向军方申请,由昭正银行来接管立邦银行。 柳二郎表示反对,要用军队接管立邦银行。 青木大佐最后决定由部队去接管立邦银行,而昭正银行要从中协助军方的接管工作。 岛旗中第一时间把结果偷偷告诉了成义智。 黄如红埋怨雷子,他承诺把贩卖大烟所得到的钱财全部上缴冲递日军军费,并责令雷子亲自去办。 成义智把林掌柜等人叫来召开紧急会议,柳二郎突然把成义智接走谈话。 柳二郎指责成义智不该为了逃避日方收购,而把文犬制药厂偷偷牵走。 成义智联盟解释,文犬制药厂员工都是良民,文犬制药厂之所以牵走,是因为早前和重庆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,工厂迁往内地的话,立邦银行就能够重新回到银行总会。 柳二郎对成义智说的不是很相信,成义智见此连忙提出立邦银行要与日方合作,并且他会帮助协调工厂和商户之间的关系。 柳二郎很是高兴,满口答应下来,但是他会派人去接替成义智,这个人会做立邦银行的总经理。 脸瓜子暗中打电话给吴立兹,向他询问近期文犬制药厂怎么样。 吴立兹将详情告诉了他,并且还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 成义智回来向吴立兹说明银行的危机,成义智把立邦银行的重任交给了吴立兹。 吴立兹称不想和自己的杀父仇人一起工作,成义智给他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。 可是吴立兹根本听不进去,然后吴立兹赌气地去酒店睡了。 原来,柳二郎已经派人前来找过吴立兹了。 柳二郎逼迫吴立兹和成义智离婚,并称如果不同意,他就会派人就把成义智杀死。 吴立兹迫不得已只好趁此和成义智翻脸。 吴立兹离开后,成义智向高晓聪打听吴立兹的去了哪里,却无功而返。 成义智把银行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撕碎,最终在卸任书上盖上了印帐。 然后成义智收拾完东西,与银行的员工们一一惜别。 此时雷子带人来到立邦银行,他拿出了日军参谋总部的任命书,任命书让雷子出任立邦银行的总经理。 成义智离开后,吴立兹出来向雷子介绍银行的每个员工。 雷子告诉吴立兹当年是他亲手把他父亲吴知福推下楼。 吴立兹看出雷子此时,说出这件事是想逼他离开,他强忍住心中的怒火,狠狠地提醒雷子尽快解除文犬制药厂的军管。 黄如红得知日本人竟然让雷子出任立邦银行的总经理,感到很是吃惊,他这次彻底看清了雷子的野心。 不过黄如红知道,成义智不会放弃的,成义智是不会放过雷子的。